还接受不良吗 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 医生所面对的 不是疾病 而是患者 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 帮助他们去战胜疾病 去战胜死亡 就算不行 我们也需要陪着他们 和他们一起去面对 无法改变的命运 可你现在却因为 一个患者的离开 就变成这样 你不觉得可笑吗 后卢窝大量出血的死亡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这个是谁也无法可以改变的 我知道 你太想救方南了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失去你的理性吧 如果你连这样的死亡 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做一个医生 我之前做吴国界救援医生的时候 不管碰上多艰苦的环境 多严重的伤势还有病情 我都会拼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一刻 但这一次 我竟因为他家长的原因 我妥协了 虽然我不认同你现在的状态 但当时你的治疗是没有错的 我刚刚站在这儿 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坚持一下 真的 我再坚持一下 让方南把那个投颅西匹做了 他是不是就 我们做医生的吧 是这个世界上 离生何死最近的一群人 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 写了一句话 也算是他对他这一生 行医生涯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我现在也不想跟你说 我们面对的这个大城市里 有多少人需要你 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为他们振作起来 因为这些话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老是给学生说的 但现在我只想带你去一个地方